两个熊孩子把一个稻草人从天桥上扔了下去 下一门,悲剧发生了 就这样,为了躲避一个稻草人 导致公路上发生了一场连环车祸 小熊意识到他们闯祸了 可是表哥大熊却露出一脸欠揍的表情 站在天桥上冷静地欣赏自己制造的祸端 很快警车赶到,两个熊娃躲进树林 小熊提出想要和警察说明真相 大熊却威胁小熊,说你也是这起事故的帮凶 如果你敢告诉警察,他们就会把你抓去坐牢 回到家,电视上正在报道暂未查明车祸起因 小熊想去告诉姑姑,却再次遭到大熊的威胁 别忘了,你现在可是住在我家里 你要是敢和我妈说,我就说这一切都是你指使的 小熊怕了,只好闭口无言 爸爸出差前把他托付给姑姑 姑姑对小熊就像对亲儿子一样疼爱 每当大熊看到妈妈对小熊那么好,总是会忍不住忌妒 就连亲妹妹也更愿意和小熊一起玩耍 气急败坏的大熊开始欺负亲妹妹 小熊看不下去了,和大熊起了争执 大熊再次威胁到,这么可爱的妹妹要是出了什么事就太可惜了 小熊原本没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直到第二天,小熊找不见妹妹 听说是大熊带他去郊外滑冰了 他这才意识到,大熊可能要对妹妹下手了 他赶紧追了出去,来到滑冰场 发现大熊已经开始带着妹妹飞速滑行 等妹妹玩得正在信头上,大熊直接把他甩出了警戒区 哥哥为了陷害妹妹,竟然把他丢向破裂的冰面 小女孩在冰面上缓缓站起身 突然冰面裂开了一个冰空容 小女孩直接就掉进了水里 哥哥假装要去救他 可是等女孩从冰水里钻出来 大熊却并没有要拉他的意思 女孩最后挣扎了几下,就再次沉了下去 工作人员冲进去开始砸着冰面 大熊则是在旁边露出一个十分不屑的神情 随后妹妹成功被救了出来送去医院 虽然没有了生命危险 但是一直陷入昏迷 小熊知道这一切都是大熊故意造成的 他制造车祸,伤害亲妹妹 简直就是个狠毒的小恶魔 小熊不想再替大熊隐瞒他做的坏事 就把这所有的真相告诉了姑姑 还说如果不制止大熊 他还会做出更多出格的事 没想到姑姑竟然扇了小熊一个耳光 毕竟当妈的怎么会轻易相信 自己生养的孩子竟是一个小恶魔 晚上大熊悄悄潜入病房 他怕妹妹醒了会向妈妈告状 就再次起了杀心 正打算动手 却发现妈妈也在这里 只好紧张的先离开 妈妈看着大熊的背影 突然觉得儿子很陌生 半夜小熊想去冰箱里找点吃的 大熊出现在身后 又开始威胁小熊 警告他不准说出那些事 就算你说了 我爸妈也绝不会相信你 还骗小熊说冰箱里的食物 他全都下毒了 小熊怕姑姑知道下毒的食物 就发疯似的把东西全都倒掉 当姑父看到这一幕 真以为他疯了 就把他关进了房间 还告诉妻子赶紧把他送回去 此时大熊正躲在一旁幸灾乐祸 妈妈看到大熊的状态 才意识到之前小熊说的话 第二天 妈妈就来到大熊的临终小屋 在这里发现了死去的小儿子的玩具 几年前 小儿子意外溺水身亡 随身携带的小黄鸭也不见了 现在就出现在这里 妈妈才意识到原来小儿子的死 可能是大熊造成的 妈妈去质问大熊 大熊却冷漠的说 就算弟弟是我杀的又怎样 反正他已经死了 此时的大熊 已经对得知真相的妈妈起了杀心 小男孩一把将妈妈推下悬崖 简直是太歹毒了 幸好妈妈及时抓住一根树枝 可是大熊依旧不打算放过妈妈 他搬起一块大石头准备砸下去 可想而知 半吊在悬崖上的母亲该有多寒心 这时小熊冲了过来 他把大熊铺在了悬崖边 大石头与母亲擦肩而过 然后两个小孩就在上面打了起来 母亲赶紧奋力向上爬 善良的小熊根本不是小恶魔的对手 险些被他推了下去 情急之下 小熊一个翻身 两个人都滚到了悬崖边 幸亏妈妈及时将两人拉住 他用尽全力想把两人都拽上来 可是他没有固定点 根本就用不了那么大的力气 再拖下去 一个都救不上来 这时 小恶魔开始向妈妈服软了 希望妈妈能松开小熊来救自己 女人陷入了艰难的抉择 一边是侄子 一边是儿子 论感情的话当然是儿子最重要 可是想起他在公路上制造车祸 把亲弟弟害得溺水身亡 把亲妹妹害得躺在床上昏迷不醒 甚至还要将自己推下悬崖 想到这种种的罪恶 女人果断松开了儿子的手 伴随着一声惨叫 女人最后失去了儿子 成功地把侄子拉了上来 而大熊的尸体被淹没在了茫茫大海 当母亲的得有多绝望 才会放弃自己的儿子 或许这也是她能赎罪的唯一方式 但是你们说 如果放在现实生活中 作为一个母亲 到底会如何选择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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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